帮助弱势家庭过好年 潮原禅寺也特别举办了冬令救济活动 潮原禅寺是美农最大的道场 每年皆会以冬令救济的方式在社区布施 使困苦的民众能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资 今年为了让处于散乱心的弱势民众 也有成就佛道的机会 特别将活动移回本山 让贫护借由进入寺院礼拜而亦称难无佛 我们的力量也没有很大 也没有大的财团 就是我们潮原寺的经济也有限 我们的义工就是他们是平常的父持 他们的出钱出力 为博之力 潮原寺灰定师父就是很实修 为善不予人知的人 我们法界卫星很直辈 也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消息 就是说来采访 我是潮原寺 我是毁丁 我是毁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你们大家来留佛 东令救济 每年发放的物资略有不同 但一定都是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潮原禅寺 借由佛陀的慈悲 赶招爱心义工来奉献 再将捐低之力汇聚成暖流 传达到每个人的心中 让接受帮助的民众 在年节时感受佛菩萨的恩德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